好 再看完了生辞短语之后 下面来看一看第三十颗的课文 有趣的文章 好像鬼故事一样 这鬼怎么会死呢 这个课文题目就抓人 因为根据基督教的观点 人死了以后要么进天堂永远享福 那么要么做鬼进地狱永远遭罪 他这鬼就不会再死了 幽灵之死 所以这个题目比较好玩 但有佛教的观点就正常 六道轮回嘛 但基督教你看这个题目就比较好玩了 咱们看看怎么回事 这读者就非常想读下去 看一下第一段 他说 Four years villagers believed that Antley Farm was haunted 他说多年来呢 这个村民们都相信呢 这个安德利农场闹鬼 这第一句话读者更感兴趣了 因为有几个人见过鬼啊 我们说活见鬼了 这是农场闹鬼怎么回事 你看这文章要抓住读者的注意力 这个文章至少在题目和开头这很成功 Four years咱们不说了 就是多年来 好多年来了 然后villagers believed that 村民都说 你知道吗 这农场有鬼 也就是村民们都相信都认为农场有鬼 这个我们经常会碰到类似的一些表达 比如大家纷纷在传言 你知道吗 这个地方闹鬼啊 可不要去 大家纷纷传言 这样一些相关的表达 咱们顺便可以看一看 比如有这么一个结构 大家可以顺便记住 叫做rumor has it that 或者is rumored that 这个rumor当作名词 当作动词都行 这个当名词呢 就是流言蜚语 谣言 当动词呢 就是传谣言说 什么 这个被传谣言 后面的its呢 就是it 是形式主语了嘛 后面那个that 从就主语从句嘛 都是大家纷纷传言 这个意思 同样的 这个rumor呢 我们用的是美式拼写 英式拼写 很简单的 把or换成ou2就好了 纷纷传言 咱们看一下简单例子 比如说 rumor has it that 或者说is rumored that she only married him for his money 就是大家纷纷传言了 怎么样呢 这个女人呢 只是为了她的钱 才嫁给那个男人的 当然这不一定是真的 流言蜚语嘛 大家说 你说这女的才28 那个男的都82了 一个都快老棺材嚷子了 她怎么会喜欢她呢 那肯定是为了钱 那不一定 就有喜欢老的 有喜欢帅的 就有喜欢丑的 有喜欢高尚的 就有喜欢龌龊的 这不一定 但是我们纷纷传言呢 你看这 怎么她为了钱 这个结构记住 rumor has it that 记住 一个字都不能变 一个字都不能变 固定句型 后面这 把它背下来就好了 这是纷纷传言句传说 可以这么说 还有一个句型 不妨跟她同时记住 我说了 既单词不如既搭配 既搭配 它不如既句型 拿过来就可以用了吗 有什么搭配呢 叫word has it that 也是表示句传说 但这个rumor呢 这个词决定了 它往往是一些不好的事 一些什么绯闻 一些不好的事 一些坏事 但word has it that 这未必是坏事了 就是大家都 最近有这么个消息 大家传来传去 叫word has it that 注意一个字都不能变 用单数 word has it that 我们看句型 word has it that John is going to keep a dog as a pet 那么大家都传说 说说是约翰打算 养一只狗当做宠物了 原来说约翰不是怕动物吗 你看大家听说了吗 约翰要养狗当宠物了 这么一个意思 这是不见得是坏事 word has it that 也是大家传说 最近有这么个消息 在朋友圈里面 在流传 可以这么说 这个keep 在这不是保持 而是养活饲养的意思 keep a dog as a pet 就养狗 不是养菜狗 杀着吃 养狗当宠物了 word has it that 这个结构也不错 这也是大家纷纷传言传说 还有一个 咱们写作中 用的很高频的习语 顺便记住 叫做Legend has it that 这个也翻译成剧传说 但这个词一般都是表示 这个句型 都表示历史上的传说 所以咱们在写文章 是引述一个历史故事的时候 我们往往用它 剧传说 Legend has it that 记住 一个字都不能变 尽管是古代的故事 但一定用一般现代史的 Legend has it that 不能用head 不能用一般古代史 这个注意 你比如说 咱们说 据传说 这个战国时期 最伟大的大诗人屈原 听说自己故国 被敌军入秦的时候 头密罗江自尽了 这句子比较复杂 但剧情就可以用它来引述 历史传说 你看怎么说 Legend has it that 屈原 这屈原老外不知道 你光写一个屈原 老外就是 这人是 是 是 什么 屈原是什么 是人是包子 怎么回事 我们再加个同语解释 A great point 这是一个point 这是一个诗人 在什么诗呢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战国时期的 一位伟大的诗人 战国 就是打仗的国家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战国时期 到了新概念第四册 李老师还会讲到 春秋时期 叫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叫春秋时期 咱们未来会碰到 这个战国时期 大神区 这老外名 这原来是个人 对吧 这是个人 然后呢 threw himself into the 蜜罗 river threw 就是threw 一般过去的诗人 把自己往河里扔 就是投河自尽了 threw himself into the 蜜罗 river 蜜罗江了 怎么样 什么时候 when he heard 他听说 后面在这边缘同剧 him homelang had been invaded 听说他的故乡 就楚国了 被敌军入侵的时候呢 悲愤之下 投蜜罗江死了 这是传言 Legend has a net 都是这个传说的事 传言的事 这几个相关矩形技术 特别实用 拿过来就可以用 而且保证没错 好 再回到本文中 本文中说 村民呢 都认为 都相信 什么呢 后面加冰语从具 anly farm anly農场呢 怎么样 was haunted anly農场闹鬼 这闹鬼为什么用被动呢 因为它来自于这么一个动词 它的含义叫 鬼魂出没于某地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这个词 haunt haunt 好 它叫鬼魂出没于某地 所以某个地方闹鬼 鬼魂出没于某地 应该是地点做它的宾语 地点做了主语 这个地方闹鬼 就能被动 我们先看一个主动的结构 就知道为什么在这儿 应该用被动了 比如说看这个大费 A hellish man haunts the castle 一个无头鬼 经常出没于这个城堡 所以这城堡闹鬼了 The castle Castle是城堡的 你看这个主动结构是对的 为什么 它叫鬼魂出没于某地吗 一个没有脑袋的人 肯定是鬼了 绕着这个城堡来回转 天天出没于这个城堡 我们就可以说 这城堡闹鬼 咱们看是不是用被动 The castle is haunted 这个城堡闹鬼 我们看到为什么被动了吧 它不是出没于某地吗 某个地方闹鬼 这是用被动 那就明白了 当然闹鬼这个事呢 生活中毕竟不太常见 屏幕前的同学 大概没有谁见过鬼 但是我们生活中 这个haunted这个词 在写作中 口语中怎么用呢 这个haunted一般都可以表示 就是这个动词haunt 可以表示不愉快的情绪 总缠着某人 挥之不去 好像鬼魂附提了 绕着脑袋 来回转 不愉快的情绪 总缠着某人 也可以用这个动词haunt 咱们看看该怎么使用 he is haunted by the experience of failure 这个失败的经历 总是缠着他挥之不去 他想忘掉 怎么也忘不掉 这失败的经历 好像鬼魂一样 绕着他转 说明他一直呢 很颓废 打不起精神 总是觉得信心不足 为什么呢 失败的经历 像恶鬼一样缠着他 被不愉快的经历缠绕 还是用被动 同样的我可以说 我现在特别想家 I'm haunted by homesickness 这个句子很漂亮 homesick 叫私乡的 想家的 就是私乡病嘛 所以用sick 想家的名词 叫homesickness就好了 我最近被私乡的情绪 所缠绕 I'm haunted by homesickness 就比我简单的 I miss my family 来得好像更传神一些 就被这个想家情绪 鬼魂一样绕着脑袋转 总也挥之不去 好了 这是看到这个动词 hunt 闹鬼 得用被动 那么有某个不良情绪 我们也用被动 be haunted by 就好了 好 那么上来就出现一个 安德里农场 那夏文必然会交代 这个农场是怎么一回事 在哪个地方 是谁的农场呢 我们说了 The farm was owned by two brothers Joe and Bob Cox 他这个农场呢 被两兄弟拥有 就是乔考克斯和鲍博考克斯兄弟 两个人 他是农场的主人 这个被什么拥有 be owned by 这个大家一般都明白 own本来就是拥有的意思嘛 我们这里如果替换表达的话 好多词可以替换 比如说 The farm was possessed by two brothers 因为possessed 做动词也可以表示拥有的意思 对吧 被什么拥有 be possessed by 表示拥有 咱们在第一课 还见过名词possession 那么某个东西 归某人所拥有 怎么说呢 大家还记不记得 I am in possession of the book 如果用the book做注意呢 the book is in my position 如果不是说in my position 这个book归史密斯教授所拥有呢 用名词就放后面 the book is in the possession of professor smith 这就好了 对吧 大家还记得 在这里面归两兄弟所拥有 就名词放到后面 是不是可以这么说 the farm was in the possession of two brothers 我们再写这两人是谁 如果用两兄弟做主意呢 是不是可以说 two brothers were in possession of the farm 人做主意的话就be in possession of 那么东西做主意就be in the possession of somebody 这个人如果是代词 可以换成in one's possession 就好了 对吧 这是在第一课讲过的复习 这是加上必动词了 我们讨厌必动词 不要它 也能换不带必动词的 我们用这个农场 属于两兄弟 也行吧 这是我们锻炼替换能力 因为写作是表达不能一样 属于 相信大家都知道 the farm belonged to two brothers 我们有belong to 一般过程是去掉异地就好了 属于 这个农场属于两兄弟所拥有 就好了 好 后面这个 Bob Joe and Bob Cox 这明显是一个 这个同位语了 说两兄弟叫什么名字呢 这个一个叫Joe 一个叫这个Bob 但两个人姓氏都是Cox 所以我们一般就不说 Joe Cox and Bob Cox 那么英语中比较注重简洁嘛 就像提供音子一样 把它放到括号外面下 两个人都姓这个Cox 叫Joe and Bob Cox 英国人 这个美国人 名字在前 姓是在后 所以先说两个名字 后面加一个姓就行了 经常用于什么 兄弟呀 父子呀 夫妻呀 经常用这么个表达 因为老外也是 嫁夫之后 随丈夫的姓 也是两个人名字放在前面 最后加一个姓就好了 好 那下面又来教的 这两人是谁呢 我们说了 They employed a few farm hands but no one was willing to work their lawn 这个两兄弟呀 他雇用了呢 一些农场的工人 但是没有一个人愿意在那长时间工作 这更掉起读者的胃口来 怎么回事呢 是不是真有鬼呀 这么多人都看见鬼了 我怎么没见过呢 读者更远往下读了 They当然指了两兄弟了 Employ是雇用的意思 这个雇用啊 也用的特别多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 Employ somebody 或者Hire somebody 都可以表示雇用某人 这是可以的 这两个大家可能最熟悉 还有跟它类似的 有Engage somebody 也可以表示雇用某人 这Engage不一定是 是这个始订婚的意思 我们再读一下这个词 Engage Engage 用这个词表示雇用 比较正式一些 还有比较通俗一点的 Take on somebody Take on somebody 如果这个人是代词的话 一个是Take somebody on 名词可以放到后面 说明这on是个副词 也可以表示雇用 雇了这个人当帮手 可以用它 但是我们做个辩析 如果本来认命某人 不是雇用他了 我认命他担任某个职务 这也是常见的一个动词 我跟老师先大声读一遍 Appoint Appoint 认命某人担任某个工作 某个职务 我们看看这个词怎么用 我们看一个句子 He has been appointed as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of the company 他被任命为 这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就我们常说的CEO 我们看到被任命为 是叫be appointed 加不加后面的s都可以 我们去掉的s也行 He has been appointed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of the company 都可以 这是任命某人 这不是雇用了 是任命他担任这么一个负责人的职位 这个岗位 可以这么说 那么首席执行官 我们也大声读一遍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就什么常说的CEO 我们以前说过 officer这个词可以表示警察 警官 政府官员 或者公司里的官都行 都可以用他 这是任命可以用他 那么我们再看一看 跟他这个相对应的词 比如说辞退 开除了 把某个人给开除了 那么有一个词叫fire 这个fire比较通俗 而且有的不太客气 有的威胁的语气 if you do it again you'll be fired 你要再那么做的话 我就辞了你 一般这么用 但是辞退某人 如果比较正式的 委婉的表达 咱们可以叫dismiss he is dismissed 这个人被辞退了 可以这么说 我们再读一下 dismiss dismiss 这是表示辞了某人 可以用他 但是我们还有一些 跟他类似的 比如说 把某人给炒鱿鱼了 这比较口语化了 这个动词 可以叫sack somebody 或give somebody the sack 这个sack呢 本来是表示 这个大口袋 当名词来用 那么当动词来用呢 就是让他打铺个角 把他炒鱿鱼了呗 把他弄个大口袋 把东西装口了 走吧 走吧 打破他了 炒鱿鱼 he was sacked 或者he was given the sack 他被给予这大口袋了 也是表示 这个这个这个 炒鱿鱼了 可以这么说 这也是表示 辞了某人 一个比较通俗的口语说法 还有我们以前讲过的 那个 时某人下岗 还记得吗 这叫lay off somebody 时某人下岗 就短期截聘 现在呢 公司不景气 您先回家待一段 等经济好转再回来 he was laid off 我们还记得 下岗工人叫 laid walkers laid 就是laid 过去分词 laid hyphen 就是连字符了 再叫off laid 连字符off 叫下岗的 laid walkers 下岗工人 还有一个 咱们在第18个当时讲过 suspension bridge 叫吊桥 他的动词 suspend 既可以表示悬挂起来 也可以表示把某人停止了 不是辞退了 是停止 比如现在呢 你先停止一段 他往往是因为做了一些错事 做惩戒 未来呢 等这个惩罚期过了再回来 有这么一个意思 叫停止 就悬挂用这个词 就挂到墙上先不用它 这个意思 我们看例子 the two police officers have been suspended until an inquiry is carried out 这个两位 刚才讲过officer表示 警察 警官 什么政府官员 那个公司里的官都行 这两位警察怎么样呢 被停止了 直到呢 这个一个调查被执行 就是在调查之前 这两位警察被停止了 可能做了一些 怀疑他们做了一些坏事 比如说殴打犯人呢 他被停止了 叫be suspended inquiry 就是调查了 再是调查的意思 carried out 就是执行 被执行嘛 调查之前 他们被停止了 这个有就职的复习 咱们可以放在这一块记住 他们雇了怎么呢 a few farm hands 雇了几个农场工人 咱们刚才讲了 hand 做名词指人 一般都是指体力工作者 而且一般这个词呢 多做复合词 像farm hands 就农场工人就好了 这个农场工人这个词 第一段出现了好几次 在这用的是farm hands 就它复述了 加一次了 在下面出现替换了 我们看一看 在第四行目尾 看 跟老师一块看 第四行目尾 出现了farm laborers 也是农场工人 咱们讲过 labor这个词 表示工人 劳动力指体力的 而且是可数名词 那么用farm修饰 农场工人就看到了 就是前面的farm片 对不对 再看我们第七行开头 第七行开头 是不是又出现了 farm worker worker也是可数的 这是指一个工人 当然用单数 worker体力 脑力都行 再次指体力 当然可以 农场工人用了三个表达 都是不重复的 能不重复 尽量的不重复 好 他们雇用了几个农场工人 但怎么样 but no one was willing to work their lawn 但没有一个人 愿意在那长期工作下去 这个简单 我们以前学过 be willing to do be ready to do be prepared to do 表示乐意去做模式 注意后面那个ready和prepared 在这不翻译成准备好的 而是乐意的 he is always ready to help others 他总是乐于助人 这是复习 大家还记得 把这个中心的willing读一下 注意不是进行式 这是形容词 这是细表结构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不是willing 不是这么读的 大声那边 willing willing 有个will will这个声音在那边 willing be willing to do be ready be prepared to do 叫做乐意做模式 本文中说 没有一个人乐意 to work there 在那工作 long long是副词 叫长时间的 长久的 但是我们说 长时间的 也可以用 a long time 或者for a long time 但为什么不说 work there for a long time 这又藏着一个小秘密 你看这英语中 规矩套子特别多 才造成了大家寻语的障碍 才造成我们英语老师有饭吃 那么简单的话 我们的课没人听了就 我们感谢英语比较难 你看这个 long或者用for long 这个结构表示长时间的 大家一定记住 它一般用于否定句 或者疑问句中 本文中 no one 否定句 没有人的愿意 否定句 用它是正确的 我们看一些例子 have you known him long 或者have you known him for long 我说你认识他很久了吗 就不能说 have you known him for a long time 不能这么说 一用long 或者for long 都行 这是疑问句 再看否定句 no I haven't known him for long 不 我并没有认识他很久 刚刚相识 I haven't 否定句 known him long 或者for long 都正确 这是用在否定句 但是注意 如果用在肯定句中 就一定要用 a long time 或者加上借词 for a long time 完全一样 都是表示长时间的 但注意 用在肯定句中 多讨厌啊 比如说 I have known him for a long time 我已经认识他很久了 注意这是肯定句 后面可以用 a long time 或者for a long time 两个搭配 都是正确的 本文中 我们看到 这属于第二个情况 否定句 否定句 用long 或者for long 都行 本文中 也说 but no one was willing to work there for long 也是正确的 那么为什么 没有一个人 愿意长时间工作下去呢 后面就解释了 every time a worker gave up his job he told the same story 说每当 工人辞职的时候 他总是讲述 同样的一个故事 你看 我们要是读者的话 兴趣也来了 哎呦 那究竟看见 什么样一个鬼呀 他更想往下读下去了 他如果在上面 就揭示迷连 其实不是鬼 是个人 没人看了 所以故意吊着读者胃口 我们学习这个写法 那么every time 理论来说呢 后面其实是一个 when引导的 这个定义重句 every time when 或 each time when 后面可以看作的 when 这个关系副词被去掉了 我们可以把它改成 every time when a worker gave up his job 或者 each time when a worker 也行 但是这个when 我们说可以去掉 就是先行词是表示 时间的名词 那么关系附属 when 一般是可以去掉的 而正由于这个when 一般情况下 可以去掉 所以你像 each time every time the time the moment 这些名词 甚至有些呢 语法术认为 它干脆就是一个连词了 可以直接引导从句了 因为这个when 被去掉之后 后面是个完整的句子 所以every time 和each time 本身就特别像一个连词了 把它看作连词 也是有道理的 也可以 但是看作定义从句的也行 那就省略了 关系副词when 都可以 在这里 实际可以类似于 我们说的whenever 无论何时 每当不就无论何时吗 无论何时 在辞职 它都怎么怎么样 可以这么说 或者呢 我们也可以把它喊 no matter when no matter when a worker gave up his job 这都可以 这是解释一下 本文中 这个是怎么一块事情 那么 gave up his job 就是放弃了他的工作 其实就是一个 不是特别正规 或者正式的说法 比较口语化 就是辞职 辞职有好多说法 这几个呢 都是不是特别正式的说法 比如说 give up one's job leave one's job quit one's job 都行 I wanna quit 我想辞职了 不加语语也可以 好了 这是表示辞职 几个比较口语化 通俗的说法 但最正式的呢 是resign I wanna resign 我想去辞职了 这个词是最正式的 本文中 give up one's job 比较通俗一些 但要区分 辞职是resign 但退休呢 退休retire 这两个别高混了 就行了 好 回到里面来 他说 每当一个工人 在辞职的时候 怎么样 he told the same story 他说 他的讲述 这个讲述的是 相同的一个故事 这个讲故事 这个故事 是生活中 特别常见的一个搭配 好多好多固定搭配 都出现故事这个词 我们不妨取一饭 在他看几个 常见 常用常考的 比如说我们说 哎呀 还是那个老问题 it's the same old story 还是老问题 这个就是 马眼穿豆腐 别提了 还是那个老问题 这一般是指不好的事 注意这个 same old 放在一块有个连读 我们大声来便 it's the same old story it's the same old story 还是那个老问题 就咱们中国说 哎 马眼穿豆腐 别提了 哎呀 还是老问题 咱们看例子吧 it's the same old story too much work and not enough time 我说最近 你怎么成这熊样了 怎么回事呢 别提了 还是老问题 哎呀 工作太多了 时间不够用 it's the same old story 表示还是那个老问题 而不是还是那个老故事 这是当习语来用 习语不能拆开下翻译 还有呢 我们常说 it's a long story it's a long story 这是习语 怎么翻译成中文呢 大家可能能猜到 就是我们说 哎 说来话长了 这是一个长长的故事 就咱们中国说 小孩没娘 说来话长 就这么一个 我们大声来读下 it's a long story 这个long又中读了 再来便 it's a long story 哎 说来话长了 可以这么说 还有一个习语叫 to cut 或者把动词换成make 可以行 to make a long story short 或者是 to cut a long story short 这是个习语 看似是个动词不定式 但把它当作习语之后 就不用考虑 逻辑主语 跟主旧主语统一了 我们说如果是习语 就不用考虑主语统一问题 把一个长故事简短 或者把长故事做短一些 相当于哪个习语呢 大家可能能猜到 类似于中文的成语 是什么来着 长话短说吧 长话短说 对吧 就是我们一个复杂的事 两三句说完了 长话短说 我们大声读一下 to cut a long story short to cut a long story short 再用make读一遍 to make a long story short to make a long story short 就是长话短说吧 长话短说 还有一个呢 我们这么一个搭配叫 it's another story 或者it's a different story 我说这是完全另一回事了 我根本是两码事 这是完全另一回事了 跟你说的完全不一样 我们再大声读一下 it's another story it's another story 再读第二个 it's a different story it's a different story 这是两码事 这是另一回事了 跟你这根本都不挨着 都不相干 你看这几个搭配 我们跟老师再大声读一遍 还是老问题 it's a similar story 哎呀 小孩美娘说来话长 it's a long story 那我长话短说吧 to cut a long story short 或者是 to make a long story short 这是两码事 it's another story it's a different story 好 所以大家看到这个story 特别重要 尤其用在西语里面 好 大家可能等不及了 也想看一看 到底是讲什么故事呢 后面就说了 看第五句话 他说 farm labor said that they always woke up to find that work had been done over night 这农场的工人们说呀 说是他们总是一觉醒来呢 结果去发现这个工作呀 在半夜里被完成了 而人都躺在旁 没有人呢 那肯定是鬼干的活 就这么一个 先看看这句话的 语法成分的分析 这个句的主干结构很短 就是farm labor said 农场工人们说 这农场工人就代替 刚才出现的farm hands 是一样的 然后后面从that开始 黄颜色的 一直到句末 明显做say 就是say 它的编语从句呀 说什么呢 这个that是引导编语从句 后面说 they always woke up 他们总是醒来 那么从to do开始 这个写体字 to一直到句子结束 这明显是一个结果状语 一觉醒来 结果却发现 这to do到句末是结果状语 我们一会儿会说 动词不定式做结果状语 尤其表示在 另外一个动作之后 紧跟的动作 它一般翻译成 结果却怎么样 出乎意料的 而且令人不太愉快的 这么个结果 结果却这样了 那么画横线的部分 明显是牵涛在 动词不定式里面的 一个编语从句 做动词不定式里面 动词find的编语 结果就发现工作 在夜里被完成了 这个时候over night 在这当副词来用 它修饰工作被完成 就好了 好 下面看看 更加深入的一些细节 首先呢 这个醒过来不说了 这个wake up 咱们在第二课就说 醒过来了 重点看看后面 这动词不定式 动词不定式做结果状语 我们知道分词呢 这个doing 这个现在分词 有的时候也可以当结果状语 但是动词不定式 做结果状语 一般来说 多做出乎意料的 咱们发现结果却 尤其在用在相邻的动作的时候 而且经常用副词加强它的语气 咱们这个呢 结果状语做知识点 重点来看一看 就是动词不定式 做结果状语时 尤其是在表示随后发生动作 这个动作发生以后 结果却怎么样了 尤其在表示随后发生动作时 多表示意料之外的不愉快的结果 咱们结果却这样了 结果却 这个时候 经常在动词不定式前面 加上副词only 以进一步加强意料之外的 结果就这样了 加only之后语气就更强了 这是动词不定式 大家可不要以为 动词不定式都是表示目的 动词不定式在剧中一般来说 常见的四种状语 它可以充当 就是目的 原因 结果 和条件 做条件状语是比较罕见的一个情况 目的状语是最常见的 原因次之 做结果状语不是特别常用 做条件状语就更罕见了 在这里出现的是 结果状语不是特别常见 但结果状语用to do 一般是意料之外的 尤其表示 发生在一个动作之后 马上结果却怎么样了 用这个搭配 咱们看一下例子 看一下例子 He got home to learn that his father was ill 他到家了 结果却听说呢 父亲病了 你看这出乎意料之外呢 父亲上午还好好的呢 回家一看 都病成这样了 结果却 而且不愉快的结果 这个你不能说 他回家之后 就是为了听说 父亲病了 不可能了 这个不可能是目的 而是结果 结果却 来 再看一个例子 Jim turned around to see that Mary was weeping 吉姆扭过身来 结果却看到 玛丽呢 正在哭呢 这个weep 是这个抽气 小声的 几乎听不见的哭 而不是cry cry大声哭 就不用扭头就知道了 扭过头看 怎么不说话了 一看流泪 独自垂泪呢 垂泪这个字号 这个这个 结果却发现 玛丽哭了 正在哭呢 就这么一个结果却 有的时候 only可以进一步 加强意料之外的语气 咱们看例子 He got to the station only to be told the train had gone 那么他呢 赶到了车站 结果呢 却被告知 火车已经走了 去完了 你看出乎意料之外的 这个不愉快的结果 而且我们发现 这个结果状态 一般都是发生在 另外一个动词之后的 一个动作之后 随后发生 到家之后 听说 到家是先发生的动作 扭过身来 看到扭过身是先发生的 到了车站 然后被告知 你看随后发生的动作 用to do 表示不愉快的结果 但是结果却 而且呢 用only可以加强预期 这种结果状态 咱们的护文中 还会碰到 对跟随后发生的动作